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拨打8805 8805 来净猜档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或者由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参与进来吧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男嘉宾 很奇特 在我看来 今天这位男嘉宾 他就是一位非典型的程序员 他说自己不紧不呆板 而且还有着非常浓重的浪漫和幽默细胞 那男嘉宾来到我们现场呢 也是说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那男嘉宾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杰 然后目前是一名加瓦开发工程师 现在26岁 房子是有一套 在大龙山附近 目前还没有车 然后月收入在8K左右 大家可能认为程序员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就是说还有就是头发少啊这些 你看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平时就是喜欢打下篮球 也会约下三五好友 一起去爬下山啊 或者说去其他地方一起旅游一下 在大家的印象中 可能理工男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不懂浪漫啊 或者说很刻板啊 现实生活中的我呢 其实是一个挺懂浪漫的人 在一些节日我就会去给朋友一些特定的礼物之类的 我们干这一行的周围的基本上就是男生嘛 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谈一场轰轰烈的恋爱 想要就是说和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去旅游啊 一起去经历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还要带他一起去看什么日出啊 看海啊这些 我喜欢的女生 第一点就是说 她是一个可爱 可爱的人 我希望她的身高就要在一米五五左右 她内心一定要善良嘛 对吧 然后对待小动物啊这些 因为我平时就是养了一只猫 在生活中 她一定会收拾自己的东西嘛 就是说房间不能太乱 就是说自己的袜子啊 这些肯定要洗的吧 对吧 男嘉宾的周围要求 一 身高一米五五左右 善良 有爱心 会做家务 爱整洁 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女嘉宾 会是她心中所期待的那个她吗 大家好 我叫李彩霞 今年儿子十岁 在冲物有品批法族会计 身高155 月收入4500 本期展望女嘉宾 本期展望女嘉宾 李彩霞 24岁 身高一米五五 职业 职业 公司会计 月收入4-5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平时生活和上班两点以前比较简单 在周末的时候喜欢看中夜 由于我性格嘛 是比较内向慢人一点的 不知道怎么跟那个男孩子相处 现在单身的原因就是工作嘛 然后我们办公室都是女儿 然后没得机会接触到这个男性朋友 我想找一个就是外相一点人 希望她在生活中要踏实一点 然后要沉稳一点 对生活要有热爱 节假日还是要有意思感 长相的话不需要太好看 就是付演员嘛 自己喜欢就行 我希望她月收入的话 比我高嘛 在重庆有房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开朗 踏实 有仪式感 月收入4500以上 在重庆有房 女嘉宾不管是从身高外形 还是性格 都符合了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而男嘉宾外相又浪漫 并且经济条件稳定 也达到了女嘉宾的标准 两人初始匹配指数 高达90% 那么两人见面之后 匹配指数究竟是会上升 还是下降了 李女士是吧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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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凡人游喜 旁边这位是 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的话 就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因为川芸这边的女孩子 就比较就是动不动就老子索老三这种法 就是很多男孩子就是喜欢那种比较温柔的小女生 就是我觉得这是她的一个优点 还有一点就是她平时的话就是对人就是也比较照顾我出去聚会啊这样子的 就会提前就是跟我说嘛 然后就是安排的也比较好 就比如有时候找不到路的时候她就会下来接你这种 就是她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 对对对 细节上就是都就是对朋友这些都很好 之前啊我是看你的资料上面写的你要一个有浪漫细胞的男生 这个浪漫指的是什么 浪漫就是情人节啊或者生日啊就送一书花或者有所表示嘛 反正只要有所表示能够让你开心 对 你就觉得这就叫浪漫 闺蜚蜜认为的浪漫是什么 我认为的话 就是你至少有一个态度就是对我们之间的感情就相当于你还是比较重视 就是重视我这种程度吧 那除了浪漫之外呢 我是看到又有一个就比较跟她相对的词叫做成熟稳重 一般很成熟很稳重的人呢 一般都比较呆 也不是说她性格比较呆就是为人处思嘛比较成熟一点 就是该该怎么样的话不用人去提醒她 嗯明白啊 就是大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游刃有余 对 那马上也要见面了啊男嘉宾实际上早就已经到达阿文的现场想跟你见面了 什么样的方式来见面有没有想过 我们最在意的话就是还是男嘉宾的一个人品 就是我们还是想考验一下他 亲友团 到底设设计了怎样的考验 呃鸡蛋市场目呢 就是我们还是想考验一下他 就是我装作一个陌生的销售 然后先去跟他打招呼 看他是对陌生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嗯那如果是表现得不好怎么办呢 他就是一个冷静 哦嗯 好的吧 好好好 走了走了走了 是这种怎么办 嗯我觉得他对陌生人就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对我的朋友就 因为我朋友本身就是比较一个内向的人 嗯 优惠还是比较大的 好几个亲戚朋友也可以来 你大概也比较大 你们公司大人在 大人监制在 我们就在那附近 在那附近啊 哎 你平时上班的呢吗 我平时上班人了 哦 但是你下班上周末的话也可以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周末 他也有这种体检商务 就是你这里加个我微信的愿不愿意吗 加微信还有优惠吗 是是是 优惠几节吗 优惠 优惠几节吗 优惠几节吗 我想给你安排一个体检 让他们可以打优惠几节 你会几节吗 优惠几节吗 优惠几节 优惠几节吗 优惠几节啊 对 我们加个微信就是方便不吗 因为到时候我们加微信的话 我就是把那些具体的那些 检查项目就可以发到你那边 可以给亲戚朋友去用管 对可以 但是你那个话是另外一小点 我发给你 比如说如果我要给我那个父母啊 或者给我爷爷婆婆啊 一些利用管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到时候我们的生活 要的嘛 要的可以加个微信 好好好 男嘉宾一直礼貌又耐心 这样的表现会让男嘉宾在还没有正式见面前 就为自己拿下高分嘛 怎么样 请问这个男嘉宾的话就是还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斯文的 然后就是对父母的话就是也比较关系 因为我提到就是可以给父母啊朋友这些打得分 他就问了一下他就是说给父母就是这方面他咨询了一下 然后就同意了加我的微信 哦 还对你没有任何的排斥啊 没有 就是还是比较有礼貌 嗯 那你推荐他还是跟他相亲的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啊 你真的是就是做医疗这方面的吗 还是比较有礼貅这方面 行 那过去先把这单业务给他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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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咱们相亲了 反正看你的这个感觉 好不好 你觉得怎么样吗 感情 感情 我以后他小姐那个惨了 他小姐很惨了 我看你小姐更惨了 是不是 那既然都准备好了 我们过去嘛 好不好 走吧 男嘉宾 来来来 你好 刚才我们见过了吗 而且这旁边这一位女生 你是不是刚刚也见过呢 这个不是刚才向我推销 那个医疗产品 买了没有 哎呀 这个人还没买 我不有一点信不过 你信不过呀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自己的人 现在还信得过不 现在都信了 我相信你 来吧 二位妈拉出来 要把钱给了 开玩笑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 觉得这位女士怎么样 小苏脸去介绍一下 挺优势的 我猜都挤了 不是说的话 然后旁边这一位 我跟你说是她的闺蜜 如果你要相亲的话 你想跟她相 还是跟她相 我还是喜欢和她吧 那天 苏脸一看起 她长相长得比较甜 比较温柔 看起来 除了长相甜美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词语来形容 温柔 快 身高也挺符合我要求的 那你想不想知道 人家的名字呀 肯定像啥子 对吧 而且我首先我要恭喜你 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你介绍的女嘉宾 旁边这一位给你推销的 打巴巴折的 才是她的女嘉宾的闺蜜 高不高兴吗 原来也是来 不高兴 原来就是想先来看一看你 当时她向我推销的事 我以为都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消失人员 来向我推销 令我意想不到的 今天是她闺蜜 也是令我很惊讶的 我叫陈杰 目前是一位加瓦开发工程师 然后在两路口那边上班 在重庆的 第一眼看到男嘉宾的时候 那个眼睛嘛 还是四四五五的 就是还是多符合圆圆的 而且你看 一个工程师现在发量 还能保持那么好 还好 说明身体也健康的 那你呢 是不是也得介绍一下你自己 男嘉宾你好 我叫李柴霞 今天二十四岁 然后是做会计的 做会计的一位小姐 柴霞 前面那个柴霞 刚才是云土了才少用 然后都两个 都是一同两个字 那么有点黄不贼 你这笑容能不能稍微收一收 我看你从人家一来 刚才来的时候 人家来你没那么高兴 他一来 你高兴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去了 是不是 桑霞说得有点好 我感到意见中心吗 对头对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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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深入地了解一下吗 肯定想深入了解一下 想跟他一国文了解一下 他们两个一起吗 第一个手续 肯定是和他一国文先了解一下 那要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呢 我们可以一起走下来聊一会儿吧 男女嘉宾这样聊天先不着急 我今天实际上给你们带了一件礼物 在我的手上 分别是几个不同的纸张 这里边呢 给女嘉宾一份 给男嘉宾一份 你们可以在每一张纸的背后 写下自己目前来说比较关心的问题 一会儿在聊天的时候 可以向对方提问 先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一下问题 好不好 一会儿咱们坐下来 再进行分享 还在写啊 姐 我问一下你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男嘉宾 他过来呢 实际上是跟人相亲 我看你刚才看得特别仔细 你一直在看着他们俩 而且脸上呢 泛着一丝笑意 你觉得他啊 跟我们刚才那位女嘉宾 两个人般配不 般配 这个小妹妹啊 我跟你说是你的粉丝 她刚才就一直看着你 跟女嘉宾两个人 然后呢 她说她一定要过来 给你们一点力量 你要给哥哥说什么来着 哥哥加油 听到没有 今天一定要加油啊 从今次爱着兄弟 听到没有 兄弟啊 兄弟 初次见面 两人之间对彼此的印象 都非常不错 就连一旁的路人 都觉得两人相当般配 但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说出了这样的话 事情也不那么干脆 也不是很大方便 她身上也没有感受到 那种偏爱吧 她确实是抬回来身了 我觉得还是会有顾虑 她会不会给其他女生 也做到那种招呼吗 男女嘉宾之间的感情 究竟又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呢 男女嘉宾 现在都已经正式坐下来了 而且桌上每个人 都有五个问题 每个人可以抽三个问题 从对方的信封堆里面 抽三个问题来进行回答 知道游戏规则了 知道游戏规则 那就开始吧 你的五个 你看你想抽哪一个吗 你解议我以后的工作 行之不 比如出差 对头对头 也是我想问你问题 出差的话一般会好久啊 有可能是半年出差一会儿 有可能是一年出差一会儿 有可能是两三年的 这一国相目的都不确定 你看你接受我那种 你周末能回重庆 我以前的如果我出差的话 一般的也可能是在成都的 周末的生活都可以回重庆 反正现在交通个方便是吧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是谈过一场恋爱的 然后毕业过后 他选择了去外地的工作 然后长时间也是不打算回重庆的 然后我是想找一个 重庆本地里来玩 然后谈恋爱 然后不入婚姻点堂嘛 女嘉宾之前就是因为一地恋而分手的 而男嘉宾的工作性质也会造成距离的问题 那么这会成为两人之间的阻碍吗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为了回馈大家对于凡人游喜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节目增加了一个实时有奖竞猜的环节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节目播出的 当天晚上9点到9点5时之间 拨打8805 8805 来竞猜当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或者由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参与进来 你对一定连续的话又就是这么个结局 比如说到了实际上 大家谈婚人游家呀 或者到了一个难的第一步 我会选择回重庆工作 关系目前我现在的程度那边 关系我每周的工作时间还是挺自由的 都说反正随时可以坐高铁啊 是吧 一些半夜快 五多小时两个小时都到了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我最近也在重庆买了房子 对 我肯定要到重庆来找工作 对女语闺蜜的看法呀 我现在基本上是男同事 没对女同事的说法 而且我的社交圈里面 基本上女力很少 比如说如果是有了女语闺蜜的话 但是我也会一定会跟她保持距离 你注意您一般有什么要求 稍微外向一点的 然后你还是比较 我看你还是比较多外向 脾气的话我喜欢稳定一点的 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是黑发脾气啊 就是一点小事情啊 能沟通的话都沟通啥 对生活的态度的话要积极阳光点 我问她你希望另外一班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问她 这都是我想看到女嘉宾 你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态度嘛 你说婚后是否与父母同处啊 这个不会 因为她说实话我是殿将人 我是殿将的 我也是 你也是殿将的啊 好巧 她说婚后 她说我父母之前 她跟我买的房子嘛 都是在重庆的 然后他们婚后了 他们是肯定是不来处的 因为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殿将也有房子 然后老家还有大朋友房子 她跟我说她也是殿将的嘛 然后我老家也是殿将的 然后都还都精细的 都是双方嘛 都在同一个地方 那要是出现 我跟你妈妈 一见不同意的那种情况 两个条件 我会维护你们双方之间的那种关系 因为我是 但是我毕竟我是一个中间的流代算 不提前是否需要看对方手机 就是你介意我看你手机不 我不介意看我手机 两个人之间都要互相坦诚一点 双方还是需要这个坦诚嘛 但是还是要留一定的那个隐私空间 都说不能看朋友圈嘛 还是你说的是不能看为什么 还是不能看 就是看那个聊天记录啊 比如说我跟我朋友 跟闺蜜聊天记录那些 都是保持一点的神秘感嘛 保持神秘感 可以可以 我和她那个对话聊天中 我感觉刘家宾是一个很温柔 就是说声音那些很甜的一些 我喜欢这种女的吧 生活中小意思干嘛 我这个人是比较浪漫的人 我比较节日的浪漫 我会给你买点小礼物啊 表达他过来的心意啊 在日常生活中啊 我都会给你制造点惊喜 比如说我会加班回来 给你带朵花啊 给你买个小东西啊 两人此时的聊天氛围非常融洽 男嘉宾接下来的这个举动 更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我整天带了个东西过来 就是我带了一个 也是一个发卡 我可以帮你带去吗 然后那个小发卡 我又问他了 他说是因为S节目 然后特地用心准备了 是他自己去挑的 然后我觉得他还是多用心的 男嘉宾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非常有仪式感 也让女嘉宾备受感动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更多的担忧和顾虑 刚才你看问题也解答了 然后再加上两个人 也聊了一些问题啊 闺蜜也在旁边听着了 觉得怎么样现在 就是他给我带发卡 就是第一次见面 他就有了一个有所准备 就是他对生活中 对同事又没得了中 就是给人家带个早餐的 就上班 你是怕他是一个中央空调 对谁都好 不只对你一个人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刚刚他不是公民一块嘛 然后他对我朋友也是 就是也挺好的呀 很热心的 对他身上也没有感受到 那种偏爱吧 他从给我的事儿是开心的 但是同时又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给其他女生 也做到那种招呼嘛 闺蜜的感觉呢 就是我听了他们的聊天之后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男嘉宾 他就是会出差这种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是始终有一个人 需要兼顾到家庭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王人的话 他首先就是第一次 就对我闺蜜的话 他就会有那种举动嘛 然后我觉得他又是 如果是长期一个人在外面的话 他会不会对其他的女孩子 也会有这种形容呀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呀 就是他确实是太会那事儿了 我觉得那种 如果他是那种 比较老实的看起来 我觉得还好 但是我觉得那种 那种我觉得还是会有顾虑 经过了第一轮深入的聊天 男嘉宾倒是对女嘉宾很满意 既承诺了未来会回到重庆 还贴心地给女嘉宾戴发卡 但女嘉宾和亲友团 却反而因此心生质疑 此时两人的匹配程度 从初始的90%下降至了70% 那么男嘉宾究竟 又能否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打消他们的顾虑呢 她不是刚坐在那边买了房子吗 嗯 然后能不能就是去她家里看看 她说她很爱卫生 就是爱做新的事吗 看她不是不是很干净整整 你想看一看她生活当中的影响 对 行 那我们把男嘉宾叫过来好不好 男嘉宾 我看你在旁边一直想偷听 来我给你一个大胆的机会 你又站到旁边来 好 刚才女嘉宾呢 给你提出了一些评价 友好的一面 当然也有其他不好的这个一会儿 你们在沟通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女嘉宾呢 想去你家里参观参观 目前可能不太方便 就可能不太方便 还是有点油啊 就是我以为她那么主动 那么热情 还是想让我们去她服看一会儿的 然后她拒绝了 就是说我父母他们在家 就是说 父母在家不是更好吗 看看未来的儿媳 是不是挺好吗 其实说怎么说呢 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就是说 嗯 对 觉得现在待会儿 因为还没有确立关系的原因 对 打个视频 打个视频 视频让父母也看看呢 给点意见呢 这个节目以后 我们可能会跟进一步的交流一下 嗯 嗯 就说现在家里面有点有点乱 可是我觉得如果男嘉宾 我们只要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如果男嘉宾他就觉得我们没得比较去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来 哎呀天哪个话都递到嘴边边来了 你要是邀请我们去呢 我们就去 你要是不愿意呢 就算了 嗯 今天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我觉得男嘉宾不是一个原因 我们都补不起了 哈哈 你就不想让男嘉宾回来呢 嗯 哎 我觉得一个老人呢 感觉他刚刚你老公态度啊 就感觉 这不是很像老公怯 老公感觉啊 但是我也不晓得他无头的 到底是不是英语乱 还是说 不是就是说 不想父母看到你 还是说怎么样 你那个 不晓得他是杰克 还是说怎么样 还是说 这是单纯的 那种 确实有事情 因为你看他那次的态度 都是那种 想 反正不想让我们去嘛 然后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啥 知道他不想让我们去 我们就 只有说 嗯 不去就不去吧 因为我们就是对他的了解 不是很深善 然后都想要更晚 就是更晚 就是跟晚上的一起了解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种 嗯 态度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 十字五列这个人 干事情也不那么干脆 也不是很大方 男嘉宾不仅拒绝了女嘉宾去家里的请求 还拒绝了跟父母视频 又提出了家里太乱的理由来回绝 难道男嘉宾对女嘉宾并不是真的满意吗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确实有点特殊原因 嗯 因为我家庭确实现在有点乱 嗯 现在他第一项有点不好 所以我还是希望给他一个第一项 很完美的 那男嘉宾去不了家里 你说咱们再安排点什么有趣的事项 去这里逛一下超市吧 逛超市是个什么意思 嗯 听说女嘉宾也喜欢就是说小动物之类的 就正好我家里有一个猫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买点 看买点猫粮啊 或者说买点其他 其他的女嘉宾喜欢的东西 其实通过这个我和他一个逛超市啊 也是想看一看女嘉宾对生活的一些态度 嗯 消费官啦 那些消费杂质 男嘉宾刚才的表现 让女嘉宾和亲友团非常不满意 男嘉宾又做了什么 让女嘉宾说出了这样的话 哎 还是多有这些人的吧 觉得还是多有想法的一个男玩的 嗯 还是很心动 然后 也真正 以后我们的 爱情 以后我们的 爱情 两人之间的感情 是否会出现新的转机啊 你平时在外面做饭的事不吗 偶尔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其实我在平时我在外面吃的 我也会做饭啊 炒点家常菜的事不都会 今天好不好吃 啊 肯定好吃啥 哪个时候去你们家吃看来 嗯 今天吃的这个不方便 然后改天嘛 改天 要的嘛 哎 改天我亲自下车给你们做 就是 平时工作忙不啊 嗯 平时工作不忙 就是说 平时生活下班也早 然后我都可以回来 做饭啊 那些 就是说平时生活挺有朋友的时间的 嗯 那你出差的话不是 都没得那种煮饭的条件吗 嗯 出差其实我们是有条件的 就是我们公司会跟我们 配套一些 煮饭的色彩 我们公司跟我们租的房子里面 有炒菜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几个同事不是 我在做饭给他们吃 可以啊 可以啊 吃点菜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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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在我做吃 其实你因为特别的情况 有啥的将就不管 就是我其实是考虑 就是它不是那种 很杂质的那种感觉 不是杂质 你和他这个 就说一份的话會重些 要重些 要重些啊 看来李嘉宾还是挺会深好的 快快 就要舒服了 你看你们喜欢喝啥呢 就可以 这个 这瓶呢 要得要得 来 我和他在一起逛超市的途中 也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甚至我和他买饮料的事 他说他和平矿泉水都行 我们去逛一逛猫日来给东西 你是买猫砂 买猫粮 猫粮的话可以从公司进的 那以后挺棒的 他上次就给我带了 就是他们公司拿着 然后猫日也一起 营养鸡 还有蛋白粉 他可以后面给你担一点 好好好 谢谢李嘉宾 我去看上那个吧 去看上那个 我妈妈比较喜欢吃那个鸡熊肉 嗯 走去看鸡熊肉 哪里打枝啊 你打枝嘛 晚上来了 晚上来打枝啊 对 晚上来打枝啊 对 我们就来到新鲜的时候 好久开始打枝啊 对 我们给人家打枝 我点到什么 我点到什么 一直都可以打嘛 那我们拿一个嘛 打几枝啊 打拔枝啊 打拔枝啊 他家有姊妹嘛 然后广超市也是想给这个猫猫带点 那个猪吃回去 然后又去看那个鸡熊肉 还是多有这些人的吧 对 你们管它是 你们平时喜欢买点啥子啊 天使啊 天使啊 天使我们都买点零食吃 零食茶 买点零食 嗯 你喜欢吃啥子 我们来个楼下也 它有个 它们有个专门的零食盆 它是打零点八戳 打零点八戳 打零点零食盆 我会带你走我们楼下 没有没有没有 没错 要得要得 好 到时候你都可以走我们楼下去 去买那个鸡熊肉 很选择 到时候都联系你 你都带我去嘛 哦 要得要得 从他那个之前 买一个鸡熊肉的事 或者是买苹果的事 都看出来 他是一个很借鉴的人 很智慧吃家 哇 妈妈 你们两个金鸡熊在相亲 你们看他们两个看起 你办不安平啊 谢谢 可以 可以 大班可以 谢谢 来来 谢谢 来 可以 可以 你妈妈 这些是你对 那算 可以 对 好好好 好好好 没回事的 五十九十九十九十 来来来来 女嘉宾的勤俭持家 让男嘉宾更有好感了 而男嘉宾的踏实细致 也让女嘉宾对她有所感 改观 没想到一起逛超市这个事儿 成为了他们感情的转折点 此时男女嘉宾的匹配度 也从之前相互误解时的百分之七十 上升回了百分之八十 然而此时男嘉宾却突然抛下女嘉宾 玩起了消失 玩游戏我们等你 干嘛去了 刚才 我看你们去逛超市 我就没耽误你们 没打扰你们 但是我看女嘉宾和闺蜜回来了 一直没看见你 对对对 回来手上还提起东西 因为我知道女嘉宾她说她处处喜欢 就是说有点小惊喜 对吧 然后我去专门给她挑了两个多种 哇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嗯 我不晓得女嘉宾喜不喜欢这种 很好 你不认为还是想要送她那种小的盆栽 多热不是买鲜花呀 嗯 我想和她以后一起来一个 来个盆栽跟养活 鲜花 鲜花这个东西它容易凋起来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和她一起 减证减证一个的成长的过程 这两个都是给她的还是 还是给闺蜜一个给女嘉宾一个 那肯定不是 这一个一个给她一个给我 给我自己 还有那个呀 也给我那个 这个商场里边有很多玩的 你都没有选择 唯独选择了去超市 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刚才当着面不好问 嗯 刚才嘛 就是说我和她一起去逛超市的时候 就是说也问了一些平时生活上一些东西 嗯 比如说平时在家煮不煮饭呢 嗯 然后她跟我说 她说她平时周末我也是都会煮饭 然后你一点会打动我 就是说我也是一个回煮饭的嘛 就是说以后周末我也是我和她一起去煮饭 那既然现在都已经把方方面面的 未来就是生活方面都想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你心中的答案 跟我心中想的那个答案是一样的呢 嗯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这礼物的话是属于就是日常赠送 还是说表白的礼物 嗯 这个就是一个小惊喜嘛 那你既然小惊喜是这个多肉啊 那你表白怎么办呢 嗯 表白嘛 就是说表白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个特定的场合 然后布这些惊喜更大的一些惊喜 嗯 比如说在电影院在电影院包个场了这里了 然后然后亲朋好友这些肯定闺蜜这些 或者说这些兄弟朋友这些 所以一定要到场来见证我们的一个爱情 嗯 记得表白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栏目组给教 好好好 先把这送了送了咱们再说好不好 好好好 走走 好烦啊 小朋友要一小点小青 猜猜 玩什么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你家宾不在他多无聊啊 你说我给你准备一些小惊喜 嗯 嗯 哎 你点多走 你看喜不喜欢 谢谢 为什么送这样 因为我感觉就是说鲜花就是说容易凋谢嘛 然后再送这个多走的时候 我也想好了就说 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你一个我一个就是你挑一个 那对 你要这个 那我要哪呢我都选哪个了哈 那就是说哪个哪个 违密手都伸出来了 真的这已经在手中已经开始把玩这个作用了 你给人抢过来了 嗯 嗯 这样嘛 就是说到时候到时候我请他们吃个饭 嗯 就是说这个礼物 有特殊的意义 就是说 啊 不能就是同时给两个人 嗯啊 对 它有一定特殊意义的 说到时候到时候我会回家把这个养好 然后你回家之后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他送我多久这个事情还是多意外的 因为一般相亲嘛 要么都送到什么花子里的 然后送多久是没想到的 觉得还是多有想法的一个难完的 你看我们今天相亲那么长的时间啊 其实也没有一个最后明确的说法 嗯 最后明确的说法呢 还是需要你们两个精心的思考一下 然后呢 女嘉宾跟闺蜜讨论 然后呢 男嘉宾你自己想一想啊 最后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 最后 我们再到广场上做最后的选择好不好 好 女嘉宾喜欢踏实可靠 但又懂浪漫的男生 男嘉宾今天也是连连主动出击 来表达心意 给足了女嘉宾想要的那份偏爱 两人匹配指数再次上升 从逛完超市后的百分之八十 再度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 那么最终 女嘉宾是否愿意主动的踏出这一步 补足最后的百分之十 促成一份百分百的专属甜蜜呢 从我第一眼看到的开始 我就已经喜欢上天了 心情确实是有点贪腾 怕她有点不接受嘛 那女嘉宾这边有没有最后的答案了 有 有答案了 双方经过了思考啊 来到了外面的广场 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同样的在选择之前 双方都还有一次最后向对方表达的机会 谁要来争取这一次机会 女嘉宾还是男嘉宾 从我第一眼看到的开始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喜欢上你了 这个光商场的一些点点滴滴 这其中我发现你确实是挺符合我的要求的 而且女嘉宾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然后长相也挺甜美的 然后身高也挺符合我的要求的 女嘉宾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是比较理想 蛮人一点的 然后她就比较主动 比较外向 然后我也是感受到了她的那个热情 然后跟那个偏爱 哎呀 你看妈 你这么一说了之后啊 心里的这个决定实际上也跟你一块说出来了 对 你是愿意选择女嘉宾的 你愿意跟她牵手成功 对对对 那女嘉宾这边有没有最后的答案了 有 有答案 那有答案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笑容一样啊 这样好不好 男嘉宾既然已经表达了你的心意 你看在我们的广场背后 有一颗爱心 而且上面有一只丘比特射出的弓箭 你就站在那颗心里边 一会女嘉宾 我说321请选择 如果你愿意选择男嘉宾 你就走到那颗心里边去跟她一块 如果不愿意的话 转身离开就好 可以吗 可以 她一来 你高兴得嘴角都被咬到耳根去了 所以 张老师说的有点好感吗 意见中去明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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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第一眼看到的开始我就已经喜欢上林了 她跟我表白所喜欢我也是很 还是很心动 女嘉宾 女嘉宾请做好准备 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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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就把手给牵上了 现在就 因为心有灵犀吧 心有灵犀一点痛 对 对 女嘉宾也没有抗拒是吧 看来是内心当中真正的选择了男嘉宾 最后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窝动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她 有没有纠结过 有吧 那最后为什么坚定的选择了她呢 她刚刚对我一直笑然后笑有爱意 有爱意 心动了 你感觉到了是不是 那既然都有牵手的话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拥抱呢 对 是 ante b 这是 当 对 对 确实就像最开始所说的 非典型的IT男 他有着不一样的幽默感 也有暖心的一面 而且男嘉宾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也展现出了他细心 暖心的一面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细节 才能让女嘉宾感受到 来自男嘉宾的爱意 恰恰男嘉宾的行动 也印证了我们节目的口号 叫做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电视机前的单身朋友们 你们也一定要遵循这样的观点 那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节目当中 脱离单身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播到人类电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医生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 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